昨晚,一场圣诞送歌会活动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尽管查尔斯国王没有出席,但他的小孙子路易小王子却是格外引人关注,英国报纸直接给出了标题,路易大出风头。 这是现年五岁的小王子久违的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也是他第一次参加由妈妈主办的送歌会,他的哥哥姐姐去年就来了。 拥有一头浓密棕色头发的路易,主打了深蓝色调,长裤配短靴,很是可爱。 尽管以前有说法称,八岁之前的王氏男孩在公开场合是不能穿长裤的,但显然路易是有必要穿上的,毕竟天气不是那么温暖。 路易当天最受媒体关注的一幕是,他吹灭了姐姐夏洛特手中的蜡烛,鼓起腮帮子的样子很是有趣,不过显然夏洛特是不介意的,似乎还挺喜欢弟弟帮他做了这件事情。 而路易的蜡烛则是被妈妈拿在了手中,但是妈妈和姐姐并不是一直都保持平和的心态的。 在进入教堂之前,路易趁着爸爸和主教寒暄之间,想要独自逃走,这让妈妈凯特很是不满,进而当众训斥了他。 而夏洛特的表情在瞬间也变得严肃起来,用充满责备的眼神看着弟弟,乔治也将目光聚焦在了弟弟身上。 从几分钟前的画面可以知道,拉着爸爸的手的时候,路易已经有些不安分了,眼睛在四处搜寻。 但好在只是眼神飘走了,人还在可控范围内,而且也规规矩矩地和主教握了手,还是挺乖巧的。 但只要负责照看他的爸爸忙着别的事情,小男孩就放飞了,这个倒也很好理解,毕竟他才五岁,而且原本就是一个活泼顽皮的孩子。 当看到教堂外摆着的比自己还高的胡桃夹子木偶时,路易张开了嘴巴,估计他会发出啊,这样的声音吧。 这一幕真是充满了童趣,估计在场的人都会被他萌化的。 路易还真是一个又皮又萌的小男孩,外人看着觉得可爱,但估计他的爸妈还有保姆,在应对他的时候也是挺累的。 在和主教打招呼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王子公主们要将自己的亲笔信或是圣诞贺卡, 放进预设好的油桶中。 不只是这三个孩子会投递亲笔信或贺卡,当天参加颂歌会的其他王室成员以及表演嘉宾等,也会如此做。 之后,这些东西会被分发给一些陷入困境的孩子们。 据说这是凯特的想法,他希望人们能给那些孩子带去惊喜和鼓励。 夏洛特和路易的信送给谁,并没有被看到,但乔治的亲笔信却被目睹了,信封上写着托尼。 而这辈认为很可能是托尼、哈格尔,一位九岁大的英国男孩。 托尼曾在婴儿时期遭到亲生父母的可怕虐待,导致他双腿被截肢,但好在他被有爱心的夫妇领养了。 托尼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五岁那年靠着甲肢和双拐,艰难地走了约9.2公里,并将获得的善款送给了曾经照顾他的医生和护士。 随后,托尼成为了感动英国之人,受到了英国民众们的喜爱,凯特王妃曾数次与他见面。 作为王位第四顺位继承人,路易王子在皇室活动中多次吸引人们的眼球。 今年,当他参加阅兵式时,年幼的王室成员闻到了一股马氛围,他不禁捂住了鼻子和嘴巴,人们以为他很厌恶,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 在加冕典礼上,路易王子再次融化了人们的心,当他为祖父查尔斯国王欢呼,并喊出烟,国王。 尽管由于就近时间的关系,路易没有参加加冕音乐会,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网上引起关注,因为粉丝们都想知道他去了哪里。 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当飞机经过时,他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捂住耳朵,似乎在旁边的女王身边尖叫。 昨晚的仪式还是皇家基金会支持的,是在表彰那些致力于支持英国各地社区阴暗,幼儿和家庭的人们。 凯特提前一小时前往修道院检查安排,在礼拜堂内,他见到了表演者,并与美国歌手亚当·兰伯特交流,他是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上的表演的忠实粉丝。 凯特还讲述了夏洛特学习钢琴的经历,并观看了英国格兰美奖获奖创作歌手雅各布·科利尔在演奏的视频。 这场音乐会的盛大规模吸引了许多贵宾的到来,其中包括凯特的妹妹琵琶,爱丁堡公爵夫人苏菲,以及比阿特利斯公主和尤金妮公主。 他们身着精心挑选的服装,展现了各自的风格与品位。 琵琶身穿一套别致花泥套装,而比阿特利斯七岁继子沃尔菲则穿着一件米色夹克,上面带有绿色香边和青铜钮扣,散发着孩子特有的可爱和活力。 公主们也着装得体,比阿特利斯身穿一件绿色羊毛格子泥衣衣裙,而她的妹妹尤金妮则选择了一套迷人的黑色套装,并搭配了伦敦设计师阿斯皮纳尔的红色皮革手提包。 58岁的索菲则穿着蓝色羊毛大衣,搭配修身长裙,为了抵御冬季的寒冷,她脚踩绒面积极西靴。 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凯特的早期活动》,是在强调儿童从出生到五岁所经历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成年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庆祝这一主题,有1500位受邀嘉宾中的父母、看护者、早期教育工作者、助产士、健康访客和社区志愿者参加。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就在哈里和梅根望眼欲穿的渴望一张王家庄圣诞节门跳的时候,威尔士一家的圣诞活动却是如火如荼,热闹非凡,昨天更是一家人整齐亮相。 助阵王妃凯特的圣诞诵歌音乐会,久违的威尔士三宝赢得了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小路易的意外出现,更是让大家惊呼来凿了。 现场一片欢腾,对小家伙的宠爱之情异于言表。 五岁的路易依旧活泼好动,热情奔放,对一切充满了好奇,小脑袋转来转去,一双眼睛不够实的。 撒手莫的性格依然如旧,当一直拉着他手的老爹威连刚和主教大人寒暄的时候,小家伙瞬间就跑到了队伍的最前面,速度之快,让哥哥乔治的眼睛都瞪圆了。 于是被虎妈凯特当众训斥,真是逗笑众人,不过即使凯特和夏洛特不得不全程眼神防守,但是小家伙还是偷袭成功,吹灭了姐姐手里的圣诞蜡烛,让夏洛特也忍俊不止,这闲眼包真不是盖的,哪里有路易,哪里就有欢乐。 昨天的一大看点,是三宝的着装打扮,我觉得这里面充满了威廉和凯特的育儿理念。 作为下一代王储的小乔无惧寒风,西服革履,提携赠量,小分头书的一丝不苟,看得出来凯特的育代王冠必成其重的教育思想颇有效果,小乔身上未来君王必备的沉稳内敛的气质愈发明显了。 而一直被二叔不怀好意的诅咒和我一样悲剧下场的小路易并没有遵循府国的传统身穿短裤,她的双排扣后外套,蓝色天鹅绒长裤和铜色系短靴,让她穿得暖暖乎乎的,漂亮的绿色头发也是顺毛,和哥哥乔治的风格完全不同,主打一个浑然天成,这其中的奥妙颇值得完美。 其实,自从王室出了哈里这个逆子二臣之后,王储之家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而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了小路易身上。 而从圣诞颂歌音乐会上见到的小哥俩来看,威尔氏夫妇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答案,那就是让他们从小就有自己的使命感。 小乔自然不必说,天将将大任于你,估计是从他一落地就知道的事情,那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动心忍性就在正常不过。 天气再冷,你也必须以一个王储的身份约束自己,放任不得。 而在哈里口中,作为血液和骨髓一样出生的路易,很明显并没有让二叔的诅咒成为现实,威廉和凯特用了更灵活和坚定的态度,确保路易将来远离悲剧。 从小家伙的着装上能看得出来,凯特在竭力维护孩子的安全健康,甚至不惜破除王室的传统。 但是路易的行为举止却必须在王室的规矩框架之下,所以撒腿就跑,想赶在哥哥姐姐的前面是不可以的,哪怕当众训斥,也毫不犹豫。 这样教育出来的路易,显然不会上映他二叔二婶强行超越女王的无理行为,也不会因为哥哥是国王而愤愤不平,因为他自小就知道要维护传统。 尊重礼仪,不会被打扮的和哥哥一摸一样像个双包摊,分不清谁才是家里的老大,甚至被称作好国王。 小聊成才全靠修剪,比起吃苦耐劳,顾全大局文汤武略,小路易的必修课就是懂规矩,活泼可以,无理不行。 俗话说罐子如杀妇,虽然查尔斯当年忙着和老卡鬼鬼祟祟,没功夫搭理二儿子,惯坏哈里的是戴安娜,但是他也算是遭了报应,这个被宠坏的二王子无法无天,成了三世最头疼的存在。 而在威廉,特别是凯特的精心教育下,威尔士的下一代再出一个二哈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起码现在看起来是不会。 怪不得人们都说,凯特是老天爷派来拯救王家庄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友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